这种吉连的删除是很少用的 但是在多对多当中 我们经常有一些其他的操作 多对多的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啥呀 我给这学生去选择一门新课 我给这学生去改选一门课程 这个是我们经常需要会的一些操作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原来他选的是渣瓦 现在呢我要给他改成C++了 或者是原来他选择了PSP 现在他又多选了一门渣瓦课程 那这种关系的操作就必须要会了 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要会干什么呢 给用户去选择角色 还要会给用户干什么 这个改选角色 你得给他改选一些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去干什么 给用户去删除某个角色 就删除他已经有的一些角色 比如说我原来选择渣瓦课程了 现在我不想选了 我想把这个选的渣瓦课程给他删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那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多对多的这些操作吧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给用户干啥呀 选择角色呀 那这时候怎么办 好了 void demo 这时候要怎么做 好了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来初始化一下我们的数据 到这儿呢 还是先把它变成一下create 然后呢 我们运行这里边的demo1 还是让他初始化上一些数据 好了 那现在来看我们的用户表 用户表里边呢 还是两个用户 然后角色表里边呢 还是那三个角色 然后一号用户 是不是选了一号三号角色 二号用户选了一号二号角色 对不对 那现在我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要给一号用户选择二号角色 再多选一个二号角色 怎么办 那怎么做 这时候啊 我们要给谁啊 给一号用户 多选一个二号角色 这是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先来获取一号用户啊 是不是先来查一下 注意一定要先查询啊 为啥呢 因为你只要一查询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个用户已经有的那个角色也能给查到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来查询谁啊 再来查询二号角色 那你就需要到这儿 啊 是 塞身点 get 然后roll点 class 这不查 二号啊 对不对 OK 然后呢 那这查询一号用户 然后怎么做 然后只需要 干啥 往里边 一加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可以给他往里边去添加了 这是他原来的那个角色 这不又添加一个吗 对不对 然后你不用手动的调用update 对吧 而且你做双向关联也没事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啥了 有inverse的处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变成update 变成update 然后你现在来执行我们这个demo期 那到这儿你运行 你会发现我们的这里边啊 一刷新 一号用户是不是也选择了二号角色了 对不对 OK啊 这是这儿 我们可以给他添加一个角色 那么除了会给他添加以外 还要干啥 会给他改选 那怎么去改选呢 就比如说原来我们的二号 这个用户选择了一号和二号角色 现在他想把二号角色变成三号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这是给用户改选 现在是不是要给二号用户 将原有的二号角色改为三号角色 对不对 那怎么做 那首先你是不是还是要查二号用户啊 然后呢 怎么办 是不是还得查二号角色 再查个三号角色 对吧 二 三 然后怎么办 用他首先 先干啥呀 先remove 对不对 把谁啊 把二号去掉 然后呢 再给他添加三号 对不对 那就是 OK了 那你现在到这边来执行 这就属于是改选 那你到这边我们来看一刷新 这就变成三了 对不对 这就是改选 就比如说给学生改课 那你就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就可以把它给改掉了 那这里边删除某一个呢 是不是直接remove就行了 对不对 OK 那比如说我们要删除角色 现在我想给二号用户 删除一号角色 给二号用户 删除一号角色 那是不是直接查到二号用户 找到一号角色 对吧 然后呢 直接remove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直接一remove 这就OK了 也就是说我们 关于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维护 其实主要靠的是谁呀 靠的是集合 主要靠的是这集合 你只需要操作这集合 就可以操作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看到了吧 所以说我们多对多一般进行操作的时候 都操作的是啥呀 是这个集合 是这个集合 所以说在这里边 要注意我们多对多